这是一只上古时期的超级蜘蛛 那硕大的屁股彰显着他的与众不同 他悄悄爬上男孩的手背 张开大嘴哭叉就是一口 剧痛让男孩把他甩到了地板上 看着手上那小小的伤口 彼得并没有在意 可回到家后他就感觉天旋地转 随后便倒在了地上 此时手上的伤口已经肿胀起来 而他体内的毒素正在重塑他的基因序列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一切都变了 两千多度的近视 戴上眼镜竟然模糊不清 戴上眼镜后却变得非常的清晰 更神奇的是 原本皮包骨的他一夜之间就长出了八块腹肌 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就连下个楼梯都能飞檐走壁 彼得非常的兴奋 连早饭都没有吃就冲出了家门 见校车还是习惯性的忽略了他 彼得急忙住上去拍打着车身 结果手刚一触碰就把贴纸给粘了下来 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中午吃饭的时候 女神小美端着饭餐迎面走来 彼得本想上前搭讪的 就突然感知到了危险 这一下也博得了女神的欢心 女神走后彼得准备继续吃饭 可却发现勺子粘在了自己的手上 取消来后竟扯出很多的蛛丝 还没等他想明白 就又弹射出一团蛛丝 粘住了对面的餐盘 于是他连忙拉回 却正好砸在了校爸的身上 一时到惹了货彼得赶紧开溜 可蛛丝连着餐盘 才是把他给暴露了 愤怒的校爸静止朝他走来 此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了 彼得能看到空中缓缓飞行的纸飞机 一直挥动着翅膀的苍蝇 就连吸管上的口水都清晰可见 以及校爸会来的这一记重拳 他都能轻松躲开 校爸又见连挥出了几拳 但在彼得的眼中 对方的动作就像是放慢了几十倍 多闪起来轻而易举 他还能不用看就能感知到身后有人偷袭 但校爸还是不服 再次冲上来打出了一套阻撼拳 可换来的却是手腕被紧紧的握住 彼得轻轻一拳就把校爸打飞了几十米 这把周围的同学都看懵了 甚至认为他是个怪胎 彼得连忙跑到一处偏僻的小巷 看了看手背上的伤口 又抬头望向高处的蜘蛛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发生了变异 男孩被上古蜘蛛咬了一口 随后他的手上就长出了无数的道思 不仅能攀爬垂直的墙面 而且弹跳力也得到了增强 能够在高楼之间轻松的跳运 知道自己变异后彼得彻底放飞了自我 可是在发射蛛丝的时候却拿着了 他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一番尝试后他定下了蓝花纸的手势 也尝试了首次飞跃 可结果 回到家后彼得开始专心练习 并且他还给自己设计了一套战衣 与此同时他决定参加一场地下拳击赛 只要在里面坚持三分钟 不能拿到三千块的奖金 这样他又可以开着车 带着爱慕的女神去斗风了 彼得穿着蜘蛛战衣闪亮登场 而他的对手竟是两米多的壮汉 很快毫无经验的小蜘蛛 就被对方按在了地上摩擦 眼看对方拿起铁锅要下死手 彼得连忙使出一个双灯 直接把壮汉给踢晕过去 听到观众的欢呼声 彼得瞬间觉得自己帅爆了 可领奖金时 还心老板就只给了他一百块 原因是他一分钟不到就解决了战斗 彼得没有办法 只要转身离开 碰巧的是一个劫匪持枪走进来 将老板的钱财洗劫一空 还心老板大喊让彼得帮忙拦一下 可彼得身体一歪 主动给劫匪让出了道路 看到还心老板吃瘪的样子 彼得觉得这就是报应 可他刚走到街上 就看到叔叔倒在了血泊中 从路人口中得知 是刚才一个劫匪抢了叔叔的车 并开枪击中了叔叔 看着叔叔死去 彼得瞬间开启了暴走模式 他穿行在繁华的城市中 寻找着凶手的踪迹 最终在一个废弃仓库抓到了他 而凶手竟是被他放走的那个劫匪 这时劫匪还想动手 彼得一手打掉了他的枪 劫匪慌忙后退 一个不小心坠下了高楼 虽然为叔叔报了仇 可彼得没有一丝的高兴 反而被身人的自责感包围 这时候他想起了叔叔对他说的那句话 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于是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能力 来帮助这个世界惩奸出恶 从此这个城市中多了一位英雄 他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 不断地打击罪犯 人们称呼他为蜘蛛侠 但这天一个踩着滑板飞行的绿魔人 在尝试中大肆破坏 关键时刻 蜘蛛侠及时赶到 一脚将他踹飞 随无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蜘蛛侠射出珠网遮住绿魔的眼镜 紧着着一个回手掏将他的飞行器抓坏 出色的交手蜘蛛略战上风 但没过多久绿魔再次出来作乱 而这次他的目的就是引蜘蛛侠现身 蜘蛛侠的第一个对手就是绿魔 绿魔故意引蜘蛛侠出来 然后趁其不被见他迷晕 绿魔把他带到天台上 并没有伤害他 而是想和他联手统治世界 但彼得当场拒绝了 气息败坏的绿魔扔出大量的暗器 虽然蜘蛛侠躲过了大部分的飞刀 但还是不小心被其中一只划伤 蜘蛛侠射出珠网 一气中脚将绿魔踢飞 随后便离开了现场 马上绿魔就来到了蜘蛛侠的家里 原来他的儿子亨利和彼得是好朋友 两家人约好了聚餐 可现在的绿魔察觉到楼上有声响 一群人上来查看 彼得倒挂在天花板上 这时一滴鲜血直接落在了地上 绿魔低头看到血迹 但等他抬头看时 彼得早已没了踪影 因为他已经藏到了阳台下面 之后彼得换了衣服假装从正门回家 但就在吃饭的时候 他手臂的血迹还是将他的身份暴露了 绿魔找了个借口趁其离开 他决定给蜘蛛侠一点教训 于是半夜他就袭击了彼得的家人 紧接着绿魔又抓走了女神小美 同时劫持了一车的小孩 把他们放到了高空的大桥上 绿魔给蜘蛛侠出了一道残酷的难题 女神和孩子做出选择 正当彼得由于不绝食 绿魔同时将两方扔了下去 彼得猛然加速跳跃先救下了小美 然后利用蛛丝的摆荡又抓住了掉落的缆车 但此时的彼得已无暇应对绿魔的攻击 就在绿魔准备通下杀手时 一个屁有瓶子砸在了他的头上 原来是支持蜘蛛侠的群众 趁着这个机会 彼得将缆车和小美纷纷放下 可还没等大家高兴 绿魔一个甩钩将蜘蛛侠给绑住 扔进了一个废机仓库里 蜘蛛侠还没等缓过神来 一枚炸弹就出现在了眼前 蜘蛛侠被炸成了重伤 绿魔趁机不断的发起进攻 蜘蛛侠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绿魔还得意的说 等我干掉女后 再慢慢折磨女的女神 蜘蛛侠听到这句话 直接怒气之暴增 一把将绿魔给推飞了出去 然后发射蛛丝站在墙上 直接给他来了个胸口碎大师 绿魔刚站起来 就又被蜘蛛侠按在墙上狂揍 最后绿魔不得不摘下头罩向他求饶 蜘蛛侠不可思议的看着他 原来绿魔竟是自己好友的父亲 绿魔苦苦哀求 假装已经投降 但手却偷摸的摁下了开关 飞行器出现在身后 叙事待发 这使彼得的蜘蛛感应启动 一个后空翻轻松躲过的偷袭 飞行器来不及刹车 直接刺中了绿魔 临死前他请求彼得 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他的儿子 彼得信任承诺 把他送回来家里 但这一幕碰巧被他的好友看见 丧礼上好友发誓 要让蜘蛛侠付出代价 即使是这样 彼得也没有将真相告诉好友 因为他明白 身为超级英雄的他 只会给身边人带来麻烦 他只有独自承担起这一切 才能换来世界的美好与安定 就像叔叔告诉他的 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